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成长的危机 他认为 如果企业都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很快就会耗尽整个世界的资源 而且长时期保持高速增长也绝不是一种健康现象 它使得企业极为脆弱 与适当的予以管理的企业相比 它有着紧张 脆弱以及隐藏的问题 以至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酿成重大危机 这样的论述在雄心万丈的企业家们听来 似乎有点刺耳 可是 在我们身边已经有太多的惨痛案例 可以为德鲁克的声音做出注脚了 企业的经营战略是一个辩证取舍的过程 有时候 你不得不在快速的成长 与健康的成长之中做出抉择 有时候 你不得不寄然自问 此时此刻 我是否必须成长 这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有人说捷克维尔奇在通用电器总裁任内最大的成就 就是收购了上百家有价值的企业 可捷克维尔奇却说 不 我对公司最大的贡献 是拒绝了至少一千个看上去很值得投资的机会 他在自传中写道 作为一位CEO 首要的社会职责就是确保公司的财政成功 如果说成长需要梦想和勇气 那么 拒绝超出能力的成长 似乎需要更大的理智和决断 以创造奇迹的心态经营企业 迟早会成为奇迹的吞噬物 在顺迟创造奇迹之后 国内房地产业的大佬们对此都有过评论 其观察的角度和结论很有参考研究的价值 王石说 对于顺迟现象 万科曾经出台过一份研究报告 其中有三点 第一 孙先生靠二手房代理起家 对客户需求市场反应敏感 企业的贯彻力强 职员斗志旺盛 经营上极其强调资金流 产品专注于住宅开发 第二 一家急速扩张的房地产企业 短缺的是资金和管理团队 第三 从资金流上看 除非有强大的财团或者银行作为后盾 否则 按期交付地价款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顺迟在许多城市都在拖延交付地价款 而另一方面又继续高价拿地 报告的结论是 孙先生在赌博 高价拿地的时候就没有准备按时还钱 同政府公信力博弈属于恶意竞争行为 如果把握好节奏 顺迟能够成为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 但是如果把握不好 他就要为盲目扩张造就的奇迹付出代价 顺迟提出 超过万科的目标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是规律 把万科当作超越目标是万科的荣幸 经营规模上超越万科也是可能的 比如说通过几家房地产企业的合并 资产重组来快速达到目标 但是如果仅仅从自身企业的自然增长来看 超长速度发展孕育着很大的商业风险 比如速度与管理团队的跟进 质量与速度的矛盾 高速增长的假定前提是市场的高速增长 一旦市场波动 紧张的资金链就可能出现问题 俗话说 预速则不达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虑 可以说 企业规模的大小不应该是企业的目标 行业第一也不是仅仅依靠规模来衡量的 只要企业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或者比较好的竞争优势 即使规模不是行业老大老二 同样具有生命力 反之 为大而大的企业在真正形成规模之时 也就是迅速走下坡路之日 在中国新兴企业中 类似的例子不胜美举 SOHO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说 顺持的行为是一个企业的行为 也是企业自己的一个决策 他的这个决策要是对了 他就会赚钱 企业就会尝试久安地发展下去 如果说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 他判断错了 这个市场一定会惩罚这个错误 市场会惩罚这个企业所犯的错误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了 对于顺持 他愿意以多高的价格拿地 咱不用操心 市场和时间会去检验 作为一个好的企业 一定应该是遵守法律 遵守政策 不能做假账的 不能够故意拖欠别人钱的 不能够偷税漏税一分钱的 只要能够做到这些 就是好的企业 当然 他做到这些 别人就会尊重他 如果他不断地犯错误 让市场去惩罚他 顺持最近一两年急剧的扩张 确实让许多同行目瞪口呆 关于顺持的评论 非常非常多 我认为 这种神话般的扩张 是非常危险的 成功者可能是九牛一毛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中国在这次宏观调控中 大幅度地限制建设用地的供应量 使土地变得非常稀缺 价格高速上涨 顺持这一两年来 高速扩张圈的地 就会很值钱 可是我想 中国政府在这次宏观调控的过程中 会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 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关系 于是 这种假设基本上不可能成立 任何一个大公司的崩溃 都会给周围人和公司 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我想 很少有人愿意看到顺持 成为这样一个崩溃的公司 给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 顺持的孙总要小心谨慎 不要太冒进了 任何一个企业 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过度扩张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尤其在中国目前金融形势趋紧的情况下 这种危险就更加加剧了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伦说 顺持的快速扩张 有四个前提 一是银行信贷的支持约束不严 资本金的门槛较低 二是土地政策不是像现在这么严格 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和利益 可以允许先上缴一部分定金 然后分期支付土地出让金 三是预售市场持续火爆 政府较少干预 消费者不管你怎样的房子和什么价格 基本上都能接受 四是一个内在前提 就是企业本身的财务和管理能力 能够持续地跟上 但是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 顺持扩张模式至少有三个前提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面临一个必须转型的问题 另外顺持还多少有点特殊 与其他几个企业相比 还不是处在同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上 比如万科等企业的开发历史都要比顺持要长 已经经历过几个周期了 而顺持从开发来讲 还处于第一个生命周期 还是一个原始积累时期 而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都有一个规模导向 大多数领导人内心的那种膨胀和扩张的欲望 往往是处于生命第一周期的企业最明显的特征 顺持这种开发模式 是把传统开发模式推到极致了 万通一直不太主张这种模式 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很危险的 万通从1991年创建以来 一直到1995年都在寻求多元化扩张 你去看这个时期的万科 它也是如此 所以顺持从企业来讲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从行业来讲 三个前提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就必须变化 否则就没有办法活 对于万科这种成熟企业来说 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周期曲线 对它影响不会很大 最大的影响是宏观经济周期曲线 假如宏观经济下来了 像万科这种企业也面临一个挑战 我的观点是 在行业还在发展宏观经济继续增长的背景下 顺持还能重组是顺持的幸运 顺持能够由被动的压力转化为主动的进行重组 是它的明智 如果能够调整成功 则是它的能力 调整以后再高速向前走是它的高明 现在有很多时候 市场是不给你机会进行调整的 比如说当年的海南房地产市场 一写千里泥沙俱下 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 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作者W.克拉斯如是说 卡内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纺织作坊家庭 他碰上了美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大年代 靠着天才的敛财能力和超人的毅力 在密西西比河边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工厂 也因此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首富 一百多年后的中国 也有一个人同样出身贫寒 他想在长江边建一个中国最大的钢铁厂 如果他成功的话 很可能也如卡内基那般成为这个国家的新首富 可惜他功亏一篑 代国方和铁本的故事意运悠长 这里面或许真的隐藏着这个大变革年代里很多的深度秘密 代国方想建一个大钢铁厂的想法 是在2002年的春天突然迸发出来的 这时候 39岁的他在长江南岸的长堤边夺来夺去 像一个捡到了宝贝的孩子 这是一个从薅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 他出生在江苏省长州市 一个叫独南村的小村庄里 12岁那年 因为家里实在太贫穷 只好辍学去谋生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捡费铜烂铁 随着苏南模式经济的发展 长州一带办起了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 代国方就每天去工厂附近 使捡和收购费铜铁 尽管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可是他对于经商似乎有特别的天赋 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 他就去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这样收购的半径一下子大了很多 不久之后 他又买回一台压块的机器 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 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 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 能源紧缺 一直是困扰长江三角洲企业的最大瓶颈 也正因为如此 钢铁行业的成长性一直比较好 1984年前后 代国方在自家老院子的旁边 辟出一块地 挂牌办起了一家 名叫三有亚棍厂的炼钢作坊 他从上海钢铁三厂等国有企业 购买了几台被淘汰下来的 二手转炉和化铁炉 形成了简单的产业链 在积累了一定的炼钢经验之后 代国方又跑到长州附近的地方 去承包一些濒临倒闭的国有钢厂车间 那是一个体制决定效率的年代 在国有企业厂长手上 毫无生机的炼钢车间 一旦转到了代国方的手中 顿时就成了赚钱的机器 最多的时候 他名下的承包车间有五家之多 1996年 代国方注册成立了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铁本之意 移铁起家 不离本业 到2000年前后 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 拥有一千多名工人 销售收入超过一亿元 然而 工厂的规模还是偏小 技术水平很低 生产的都是亚棍 连柱批等低档次产品 为了让铁本约上一个新台阶 代国方决定倾家荡产上高炉项目 因为唯有如此 才能从成千上万家炼钢小工厂里跳脱出来 三年后 铁本的高炉项目建成 代国方当着数千工人 面对高炉常跪不起 泪水与汗水交混而下 这一年是铁本的腾飞之年 全年的钢产量猛增到一百万吨 销售收入超过二十五亿元 当年度的新财富 中国四百富人榜商 它位列第三百七十六位 估算资产为二点二亿元 就在高炉项目的建设过程中 代国方的心里 升腾起了一个更大的梦想 2001年之后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各种能源全面紧缺 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最紧俏的两大物资 在钢铁市场上 无论是现材还是板材 普通钢还是特种钢 价格普遍持续上涨 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 铁本厂的门口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 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 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 按照代国方的估算 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五到六年 这应该是钢铁人一生难遇的大行情 代国方把新工厂的地址 选在了长江边一条狭长的沿岸地带 在长江中下游一线 有着一条十分显赫的钢铁长廊 由西而东 湖北的武汉钢铁 江西的九江钢铁 安徽的马鞍山钢铁 江苏的南京钢铁 上海的宝钢集团 如巨人比肩而立 无一不申列中国百强工业企业 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代国方 便想把未来的铁本建立在这些国字号大佬的身边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长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长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长 是苏南模式的起源地 此地的中小企业非常发达活跃 但是跟苏州、无锡相比 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 2001年前后 长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一直位列江苏之首 可是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省13个省辖市中 只能排名第六 饥渴的长州需要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 来填补这段让当政者难堪的差距 在那几年的市政府报告中 全市上下齐心协力 抓投入上项目增后进 加快建设大企业、大项目 努力实现投入总量和项目规模的新突破 是一个年年必提、十分迫切的发展战略 此时的铁本已经是长州市的一个大企业 上缴利税排名全是第二 代国方的设想一提出来 当即获得了市政府的响应 谁都知道 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 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长州市政府的梦想 在长州的很多官员看来 代国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他面旁寿宵、寡言 平生没有任何爱好 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切磋 他是当地出了名的五部老板 不坐高级轿车 不进娱乐场所 不大吃大喝 不赌博 甚至不住高级宾馆 平日生活十分简朴 家中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 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务农 他的一家 住在钢铁厂里一栋很简陋的小房子里 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 他也没有在意 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抵来的桑塔纳2000 即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 也不改节俭本色 在一开始 代国方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宏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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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